保七总队会同云林警方 在伦贝乡一处民宅查获了 灵性嫌犯涉嫌买卖 饲养云雁雀黄山雀 这些保育鸟类 而民宅内看到就挂满了鸟笼 而嫌犯辩称是买来 养在家里面观赏用 但是警方发现嫌犯在电脑 网站刊登了保育鸟类 的贩售广告每次售价 上千到数万元不等 而野鸟学会也派人到场 协助辨识还说还真是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 稀有的保育鸟 大大小小鸟笼 豢养着保育的野生鸟类 小鸟在笼子里叽叽喳喳的叫着 但鸟笼排泄物没清理 好几只鸟看起来活力不佳 野鸟学会派人协助辨识鸟种 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 稀有保育鸟类大开眼界 但也很心疼这些鸟类 平常出去外面想鸟的时候 其实就不怕有机会 可以看到这些鸟 甚至有些甚至是过境 这也是觉得很神奇 不过看起来都已经有点生病了 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珍贵的保育鸟类 被关在笼子里不但换养 警方追查轮备箱这处民宅 发现挂满鸟笼养了20多只鸟 这些鸟包含云雀 黄山雀等野生鸟类 民宅内还有大批的捕鼠龙 以此用来捕捉野生鸟类 全部都被警方查扣 之前网络巡逻的时候 发现某个网站 它有不法滥捕这个 保育鸟类野生动物的情形 这个嫌犯 它利用这个网站 然后在上面 把它现有的鸟 保育鸟鸟跟价钱 就泼上去 这个价位的话 是有从1000多块到 3万块左右的 饲养大量 保育野生鸟类 灵性嫌犯否认贩售 公称是买来 养在家里观赏 平常购买面包从饲养 但对于在何处购买等详情 都推说时间太久 忘记了来卸责 保育鸟类的来源 警方将进一步调查 记者方中成员 您报道